那麼你知道橋頭科學園區跟橋頭新市政什麼關係嗎 小超來了趕快唸 剛剛委員你質詢語帶嘲諷 我哪有啊 我非常不能接受 什麼叫做宋小超 我們這麼多局處分工授權 我為什麼要像小學生一樣站在這裡 請你不要那麼坐那麼騙 外面看到大家都很緊張 市長 你怎麼知道 怎麼樣 阿波蔡英文總統要來橋頭科學園區來視察 你怎麼要去 請市長回答 市長請答覆 目前上午我在議會 下午蔡英文總統如果到了高雄看橋頭工業園區 目前我們表定是秘書長去 好 那我接著問問題請不要坐下 接著我要問問題 市長請站起來 市長請站起來 那橋頭科學園區的下午市長要總統要去的地方 您去過嗎 我曾經去過 請不要坐下 我要接著問問題啊 你要一站一坐 好 那麼你知道橋頭科學園區跟橋頭新市政什麼關係嗎 小超來了趕快唸 你不要那種表情嘛 剛剛委員你質詢語帶嘲諷 我非常不能接受 什麼叫做宋小超 我們這麼多局處分工授權 好 我為什麼要像小學生一樣站在這裡 你問 我誠心的回答 就是 請回答 請回答 目前我們橋頭科學園區都市計畫面積357公頃 包括 住宅區 什麼關系 請直接回答 跟橋頭新市政什麼關系請回答 你怎麼沒回答啊 不知道齁 沒關係 再問第一個問題 那你知道 最大的地主 生什麼嗎 台糖 他佔百分之幾呢 我們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 這個是市長要自己回答 你怎麼知道啊 這個科學園區 對我們高雄的重要性是什麼 請你回答 我們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 你還是不知道就對了 接著 再問你 雍來 九頭 科學園區 要進駐的產業 會是什麼 請市長回答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 我再接手回答 所以你還是不知道 我再請問你 中央的進度 目前到哪裡了 我們請經濟發展局回答完畢之後 我立刻接著回答 我問你 市政府目前 市長 會知道 會保總統來之後 接著 我們市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 好幾項事情是什麼 請你回答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先回答 我再回答 是 他還是不知道齁 那是哪一個局處該負責這個案子 您知道嗎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先回答完 我再回答 好嗎 沒有關係 市長 你如果不知道 叫別人回答都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跟我說 你都知道要叫別人回答 你不是我們高雄市的CEO嗎 你選舉的是說 你要做我們的CEO 執行長不是掛名的黨署長 執行長也不是掛名的市長 執行長是要做事的人 做事的人 沒問題什麼都不知道 提供 一萬一千個 一萬一千個 你看看 多大的造就工作機會 而市長 卻一問三不知 我感到很心痛 也覺得 市長你要加油 加油 這個問題問到這裡 請坐下 我沒有疑問三不知 我請經發舉先回答 你一直拒絕 請坐下 我還是把我的答案講出來了 這是您在就職百日 你自己承認的 這是你說的話 我們放一下影片 這萬人投給一個對市政不太了解的 這是你自己說的 高雄人 投給一個對市政不了解的市長 剛剛那段質詢 其實就是符合你自己說的話 下一句話更重要 下一段話 下一段話麻煩放出來 謝謝你康議員 替你回答好不好 像你心胸這麼寬大 麻煩你把下一段話 下一段是高雄人是投給一個希望 對不對 再下一段話結束 下一段話是高雄人是給 總不會是高雄發大財吧 下一段話是 重要的話是 高雄人雖然投給市政 對市政不了解的市長 但是 高雄人是投給一個希望 因為有希望 但是市長 希望是在空中 那個時候 或許我們投給一個希望 我們希望這個希望 come true 選前你做不到 我們都知道 因為你不是市長 現在你已經市長了 就職多少 超過一百天了 我們希望美夢成真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二十多年 在高雄執政了三十三年 我沒有叫你發言 請坐下 我才做了四個月 請坐下 民進黨有需要檢討 一定讓我承認 但是請你坐下好嗎 每一個人快馬加鞭 就是希望能夠推動 橋頭新市政 轉型變成橋頭科學園區 然後你一問三不知 其實根本不知道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產業用地 再來缺水缺電缺 你知道要做什麼準備嗎 接下來到底是哪個局處要做什麼工作 你不知道 然後你還要再問金發局長 橋頭科學園區第一件首要的藥物 就是要準備土地 那你知道是哪一個局處該負責嗎 橋頭科學園區不光是我重視 而且我還希望在橋頭科學園區 針對未來進駐的廠商 高級管理的人才 他們孩子的教育問題 所以我也跟教育局長溝通過 我們再問你 你再講教育 如果沒有準備土地 沒有讓他進駐 怎麼會有小孩來讀書呢 你怎麼講到那裡去呢 我身為市長 關心橋頭 這個 我們也關心橋頭啊 可憐說 在雙語學校在橋頭 喔我的天哪 市長 是 有很多人 凌晨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